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擔傘外出是否擔傘? 擔傘外出?很多人都這樣做 擔傘是否擔傘? 沒有什麼擔傘? 不要走走人到刺到人的眼睛 我最討厭的是現在你說大太陽 我現在說下雨 既然你是有傘的 你就不要擔著傘走上閃旁的位置 閃旁的位置是否會留給擔傘的人? 我經常都不是這些擔傘人的心態 如果大家有看日本的新聞 因為太熱了 很多地方已經去到40度 我一想到45度 其實我開始無法呼吸 我看到字也開始無法呼吸 其實好像一個焗爐 45度是一個焗爐 45度如果是車沒有開 裡面是60度 當然 所以設物流就是寵物及寵物及寵物及任何人 想著兩分鐘就回來 不行 會死人的 會死人的 就算停車場裡面也是 不要想著室外停車場 都不可以獨留有生命的東西 在車廂裡面 因為近來天氣太熱了 而且你會看到現在我們小時候 30度已經覺得很熱了 現在是四字的 真的有些恐怖的 真的有些恐怖的 日本已經開聲了 日本有很多地方持續高溫 他們就說 呼籲 這段可能你聽起來覺得 比較有趣一點的 我很少聽到這種呼籲 因為大太陽之下 男士們 不要怕尷尬 就是擔傘出街了 他是這樣說的 政府呼籲你叫你這樣做 政府呼籲 但是你覺得男人擔傘 你會不會覺得很噁心 會不會覺得很噁心 女人擔傘經常見 太陽又擔 下雨又擔 女人擔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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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傘 就沒有那麼噁心 男人擔就噁心 女人是有專利的 在擔這方面我也是有專利 傘 男人擔我也不歧視 絕對不歧視 不行 我自己舉手不歧視 傘 傘 下雨的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大太陽 男人 我覺得他很知整 但是因為你知不知道 我看了一個報告 我是有點害怕 全球在說 因為氣溫上升 連北極都35年多 他真的說 地球真的病得很厲害 其實已經病入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看台灣的東芯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現在學習 學習一件事 他說全球世界各地 如果持續高溫 有哪個地方的人 生活在那裡 一出去 六分鐘馬上死 哇 那些什麼非洲坦桑尼亞 非洲坦桑尼亞 現在你上網看 非洲坦桑尼亞 人來非洲避暑 熱的變冷的變熱 反常 很極化 那天我看東芯 這個真的是學習 或者日後將來 不用很久 五年後 我們這幾個都品嘗到 應該品嘗到 五年後 所以我現在 我真的說真的 其實有時候 我跟朋友說 尤其是 我有一些 很喜歡做運動的朋友 金焗 那麼熱 不要做 室外那些 不要在室外那裡跑步 真的不要 我的氣壓又低 對 呼吸不到氣 不要 不是大隻仔大隻女 就叫做漂亮 不是 身體健康就叫做好 他一定要出去跑 因為他要給人看 去表演 但很容易會出意外 不行 如果大家有看到 前三天 東芯新聞做了一個很大的 叫做地球開始病得很嚴重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熱的程度 他也說了非洲現在多少度 接下來全球叫做危險死亡地域 這個不是東芯做的 是國際組織做的 你覺得哪裏是叫做死亡地域 危險死亡地域 全球 現在在說 他只要去到40度 那些人一出街 一出街 六分鐘馬上死 但是他有數據 五年內 他有數據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不是我們經常去曬太陽的地方 如果你這樣說 譬如坦桑尼亞 都可以變回 沒錯 那就是那些很冷的地方 蘇聯嗎 不是 挪威那些地方 他簡直是寫明 地帶很大的 中國華北地帶成為全球嚴重死亡區 在華北住的 你出戶外 六分鐘 立刻死 四十度馬上死 有原因 台灣也包括 台灣也有份 所以台灣的人很緊張 這段新聞 東芯做了很大的事 因為編了他們 很害怕 怎麼辦 五年後的事 四十度不至於死 四十度不至於死 六分鐘內 四十度不至於死 為什麼只是華北呢 原來有因由 他說 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學習一些東西 他說如果高溫兼高濕 濕度很高又很高 你根本排不到汗 你會自己灼死了 華北地方持續高濕 他說濕度高的地方 而這麼高溫 你們出去 排不到汗出來 是會叫內燒 會死 六分鐘 即是濕熱 又濕又熱 他說 乾爽的地方 就算多高溫 四十五度 你都不會死 因為你出汗後 很快會燒 你會感覺到 為什麼我們會去泰國 你會覺得 不是的 你去泰國有三十多度 但你也很舒服 因為風又乾爽 在香港就很辛苦 那一邊就一直至濕 濕吻的地方 有置於濕的地方 要吸紙的 而且吸不到的 濕的地方 可能也有很多人手掐著 你的颈頸 原來有濕度很高 第二個哦 人類有ustered Natalie· Winter radicalebством 過濕五分鐘 只要是這樣 無論是什麼動物都會死 這是一個危險警告 對人類最大的最危險的警告 人類還可以躲在室內開冷氣 還有最恐怖 太陽底下六分鐘會死 你去陰涼的地方 這麼高濕度可不可以呢 捱不到三十分鐘 有啞傘頭是室外的 捱不到三十分鐘 都會自燃 因為你的器官被燒熟了 很恐怖 你花燒內燒也很辛苦 你知不知最近好笑 最近在國內 其實大家上網看 有一棵樹叫自然樹 自然不是自然科的自然 自己燃燒 它裏面曬太陽 自己燃燒了兩三天都未完 就是太熱 如果太熱 風不動就會造成煙通效應 一旦有煙通效應 人們如果進入煙通效應裡 根本是會死的 焗死了 焗死了 連氣也不能呼吸 一定會死 然後你的內臟自己就全焗熟了 六分鐘 希望人類要開始醒覺 不可以被這個危險警告 一出了之後 很多時候沒有了 人們會自己死 什麼死呢 天氣太熱死了 算了 就當是又來多一次 洗牌效應 沒辦法了 整個地球死剩多少人 重新來過 我第一個死 我這麼怕熱 我一定死了 再見 你給我做好後事 你可以去坦洪尼亞 坦洪尼亞被選 坦洪尼亞就可以了 我做了這兩年 我去坦洪尼亞 其實前兩天我都受不了香港天氣 其實這段時間的香港天氣 我自己是一個環保小先鋒系 但我也沒辦法了 你真的不可以不開冷氣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家裡是無法呼吸的 我沒試過連續開這麼多冷氣都不懂 就算我現在出來上班 我也有開冷氣給家裡那幾隻東西 它不能熱的 那幾隻東西 我其實是哪一天開始 我覺得香港的氣溫 是完全不可以做室外運動的 星期一 我星期一那天 我和何小姐在那裡撿 我一邊開著窗 其實我一邊開車 一邊開始有點缺氧 氣壓低度 我根本無法呼吸 我簡直是那些 是這樣的 就好像扯蝦敲喘那些 會發作的 但問題我又覺得 你永遠這樣就是惡性循環 我們開冷氣其實也是在破壞這個地球 你們住在平房比較好 我們住在高樓大廈那些 是不開不行的 因為你旁邊屋上噴光 全部都開了 把冷氣機都放出來 你知不知道 反過來吹回你入屋 你不開不行 我後來什麼時候才能吐氣呢 我從數碼港一邊開車 經過香港仔隧道 經過所有東西 經過海底隧道 經過獅子山隧道 我入了沙田才能吐氣 新界好一點 而且你要過獅子山 過獅子山是兩件事 有時候你會發覺 過獅子山去九龍堂 就會下雨 但過獅子山隧道 會放情 很奇怪 我入了沙田之後 我終於吐氣了 我終於吐氣了 我剛才在那裡捱不了多久 我真的吐不了氣 因為我的氣管已經有些問題了 我再加上吐不了氣 我開始跟何小姐說 如果我突然吐不了氣 你給我一些白花油 那天氣壓真的很低 我很少 所以奉勸大家 不要在這樣的天氣裏 在室外太做劇烈運動 真的要小心 室外工作的人就沒有辦法 多點喝水 發覺自己有些不舒服 就坐在一旁 不覺得噁心 男人就是擔傘 男人都可以擔 有啊 昨晚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我們 明白了 今早就不要說了 因為現在人家在危台 所以就是話了 不要 不要 別人日本都呼籲了 男人都擔 人家日本的新聞都說了 她說擔傘出街不是一件醜事 沒錯 免都不要了 最重要是身體 健康最重要 來源來自這個就是 日本的朝日新聞 和台灣的東深新聞 嗯 對 我來自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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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